爱人的最高层级应该是彼此是对方的唯一和一切 爱人就是彼此要互帮互助 不是有问题就撒手 想爱了就搂过来 毕竟两人在一起生活两年时间 虽然王子的爱是强迫性质 但是很显然是发自肺腑 她是个不懂爱的女人 因为她从小没有受到过关爱 是你没有义务再去接受她这种强迫式的这种关爱 因为你们还没有结婚 但问题是爱曾经发生了 爱曾经是有过 你心里很清楚这个女人是爱的 虽然她爱的方式很不对 我今天暂且这么说吧 每个人都尊重对方的选择 你的选择有你的理由 但我想说三点 第一我不相信你心里已经完全怪她了 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你选择离开她 每个人都尊重你的选择 这是你的权利 第三如果你选择帮助王子 好好的恢复我们都会赞美你 同时你会赢得所有人的掌声 我只说这三点 不强迫你 不强迫你 你自己做选择 主持人 我想说一句话 你还要告白吗 我觉得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一样 我觉得我应该去改变 我只问你 你还要不要告白 我觉得我不要 你不要告白了 是吗 对 所以要放她走了是吗 有一种爱叫放手 你想说点什么吗 现在你不需要逃了 小伙子 你不需要再去找一个人来演戏了 他放手了 如果说你一直说 他是不理智的 是强迫的 他今天已经开始了 选择了尊重自己的自尊 尊重你的自由 这下你应该如实重负了吧 是 我希望他自己回去 也能好好反省反省 我和他之间 是现在是真的也不可能了 我希望他以后处理事情 不要再拦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